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因为刚ATCD的负责人已经有讲过ATCD是什么 那我在这边再跟各位稍微复习一遍 ATCD是Antonial Case Competition的简称 那它是由安通国际所举办的商业个案竞赛 那它采取的方式比其他特别 就是企业出题学生回答方式去进行 哦 大家稍等一下 哦 好事多摩 再等一下 哦 好了 OK 基本上第一个话是商业个案竞赛的第一品牌 每年有至少2000位同学组队参加ATCD 而总奖金更高达20万 第二个它是由一流企业担任的业主 像我这季的话就有IBM ODI WeChat 还有免税电龙头 深恒昌 工业电脑龙头 研华科 之前还有Google 3M Discovery 博克莱 7-Eleven 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列 列到你听过大型公司在台湾都有参加过 那你只要进入全国100强的话 就会有得到一个企业参访的机会 那同时如果你表现良好的话 业主还邀请你去实习或工作 像这次升恒昌冠冠军的话 其中几位成员现在已经在升恒昌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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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好的解決企業現在所面對到的問題 那有這三個特點大家感覺說 安通國際的主辦單位是不是很大 其實安通國際的主辦單位的話 它主要是做活動策劃 影片編輯還有海報製作的中小企業業主 所以說我身為一個參賽選手 我是真的很感謝安通國際 舉辦ATC舉辦那麼多屆 那接下來的話我就用 接下來的話就是我用時間軸的方式 從報名到我們後來落敗 不是已經落敗的時間這樣一一跟大家講解 好讓大家可以作為下一屆的參考 那首先這個是ATCC品配茶具 那它功能很簡單 就是讓你找到不同背景的夥伴 或者湊一組五人 那當然你也可以跟我一樣 因為我很喜歡挑戰自我像剛剛講的 所以說我的話就是第三者 而不是小三 就是第三類的功能 就是因為我這個人比較喜歡挑戰自我 所以我去那邊是要找到一組四個人 願意接受我這個小鬼頭 然後自己以為是 然後不知道多厲害的人 那想當然了就是 人生變黑白 就是被拒絕 然後一直被打槍 然後很無奈 感覺自己是長不夠帥 怎麼被拒絕 那所以我回來就畫下這張圖 就是自己來找夥伴 那重點就是它要有 表達意見的能力 那跟我不同背景 別太忙 有共識過 那為什麼會畫這張圖呢 其實就是 之前我參加過一個商業端競賽也是一樣 那五個背景都是不一樣的人 結果後來大家都不願意發表意見 結果最後輸得很淒慘 不同背景的意願就是說 讓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背景發出 從自己角度去檢視一個事情 得出不一樣的結果 讓我們可以做 我們意見可以彼此的衝撞 有更好的結果 那別太忙這張很重要 因為很多有時候參賽到後面的話 團隊就少了幾個人 可能是他太忙了 他把堅固或得出的結果很爛 或者說後來就是 該開會都沒來開會 所以這很重要 那最重要的是他有共識過 有跟你共識過你就知道說 你們的工作的習慣相不相通 那你跟他適不適合一起工作 那當然這是理論上是最好的方式 那實際上 總會有一些意外 等下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那我就根據剛剛那種表 找到一群很神奇的人 一個是電機系人 然後很喜歡讀哲學 商館科系 商館的書 那一個是學資訊安全的 那是桌遊社創設社長 然後很喜歡當隊伏也很神奇 然後還有一個是我學歷大一的 但是他當兵當四年 然後當卡內基助教 所以說他比我大了很多歲 然後我覺得很神奇的把他找過來 然後還有更神奇的一位女生 他剛才沒來 就是女生那他是高中讀 設計科 那他怕過勞死 真的他怕過勞死 然後大學讀資工系 但是應該沒差不了多少 那我們就湊起這五個很神奇的夥伴後 我們就準備開始了 那其實這時候找夥伴的時候已經有點晚了 那 那時候已經放寒假了 但是那個繳交期限在2月14號 所以說2月14號就是過年之後 不好意思先等一下 就是2月14號 我剛早期那五個夥伴後就是 已經寒假了 但是2月14號繳交這麼多內容 包含報名和任務 那2月14號又在過年之後的一週 所以很麻煩 那繳交像團隊照片 團隊影片指導老師 那每個企業都有一個小問題 總共5個問題要回答 那大家分散各地 怎麼解決 我想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用 線上會議的方式 例如說skype 我個人出資就是買那個 多人視訊會議 那我就可以一起討論 然後用這種電子擺板的方式 就線上做腦力激盪 那我們的名稱 還有我們的 企業 我們團隊履歷都是這樣完成的 那還有就隨機應變 因為大家已經分散各地了 那拍團體照片 5個人到道場 該怎麼辦 那好不容易處理4個人了 那我們想說 糟糕4個人 怎麼辦 少一個人 那當時 鴻海郭伯伯講出什麼 多頻一雲的概念 就是不同裝置 然後同一個雲端都可以接受 那我們想好 那我就每個人拿一個螢幕 就一個筆電 一個手機 一個平板 然後沒有拿 然後一個是 電視 然後就 這樣就解決那個 拍盆比照的難題 結果後來相比之下 發現只有我們這樣搞 其他人都不敢這樣搞 所以有點驚險 那因為我很討厭 就是在那個 象牙牌裡面做事 就是 平常可能Google翻說而已 就是大家都做得到 真正比得出差別是 你實地訪問 問到的東西 那我那時候去 歐地蹲南店 去訪問業務 因為剛剛有一個業務在 外面抽煙 然後我趕快去問了 那接下來去 歐地旗艦店 因為他太大了 在宋江南京那邊 那我就那時候很鬧腫 然後我在外面走走走 然後說 怎麼辦 不要進去好了 啊 你可以業務在忙啦 不要啦 然後 我美麗的女朋友在那邊 他就把我拉進去 然後 看到業務過來 就把我推去前面 然後我就 你好 我要訪問 那就這樣 得到30分鐘的訪問機會 得到很多 insight 就是我很鼓勵 大家鼓勵 就是你們一定要去 實地訪查 不要再向 亞太那邊做事 那最後就去 松山機場 沒辦法找免稅電 生長的店員 那想也知道 免稅電 在航廈裡面 你沒有 護照 你沒有機票進不去 所以換無奈 就去看飛機起降了 那 運氣很好 就是早期了 對的夥伴 那 用對的科技 然後實地訪查 然後IBM挑選我們的 那他的題目 先別看下面 題目 很複雜 如何運用新世代 商業智慧 及預測工具 重複雜資料 發掘出 隱藏的商業價值 不不不 很煩 重點是 意思就是下面那個啦 怎麼把我的 BigData分析軟體 用在新的地方 好讓我可以賺錢 這就是IBM他的題目 那 一開始看不懂 快會看懂了 那 ATCD他們 呃 官方安排活動很有 很有那個 彈性 很friendly 所以 他就讓我們安排一些活動 例如說企業參訪 那時候已經100場了 那我們去 7月參訪 那結果四個人 團隊五個人就四個人到 他們很神奇 拍團體照時 結果沒到 所以我們就每個人擺出鬼臉 然後 手機放中間 拍完照 馬上上傳 Facebook 然後這邊 Tape他 然後就是 才有參加論壇 就是ATCD官方找Mr. Jimmy 然後 詹鴻之簡利豐 還有 無謂企業的高槓人 來講一下題目 還有 他們對於趨勢的看法 那這論壇非常重要 如果說 大家進一百強 一定要來參加 那 輕鬆做完 就開始要做一個正題了 在IBA的題目 是說 怎麼應用 B-Data分析軟體到新的地方 好讓你賺錢 那我們就 先從學生意見 領袖這個早起 那不行 不喜歡 自在綁制不喜歡 老人一體不喜歡 做U-bike 好 因為U-bike那時候 我們是剛好 切參謀回來 那就借不了車 還不了車 很賭氣 那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題目 我們應該解決 很想做這個 所以 我們就決定做U-bike了 那當然一樣還是 奔在象牙塔那邊做事 所以說 我們就去交通局 訪問梁先生 被踢了N-C比球後 終於進行塔了 很累 那還有 吉安特的 張小姐 那當時運氣很差 剛好配上 國際自行車大展 所以說他剛好去展覽 那我找不到他 然後我就買一張票 兩百多 兩百五 然後就去找他 問他一堆問題 但是他是客服部的主管 他完全不懂技術 然後我就問完他後 被他數落一堆 就說 很沒禮貌啊 沒有約就來 那我又在忙之類的 Anyway 你能夠 得到很多資料 那我覺得說 對於你是個 Tensation的時候 這是非常重要 你管他了就去了 那 當然還是 還是要有禮貌 我還是跟他道歉 當然 那你要詢問你的受眾 我們就去 那個 U-Bike租借站 發放問卷 然後問大家對 借不到車 還不了車 這個問題的看法 那在當 一切感覺很好的時候 就像剛預言的 不合就發生了 因為其實自己 你身為一個領導者 你要 看一下每個隊員 適不適合 那當時 因為你寒假 太趕了 所以 我沒有仔細省了 一位隊員 那後來他就是 發現跟團隊的文化 不太適合 那後來我就請他 離開 那其他隊員是真的反對 那你身為領導者 你就 要做隊員的事情 雖然 你身為一個個人 我很討厭做這種事情 那 我還是請他離開 所以我們就變四個 那後來我們就 講教企劃書給IBM了 那 我們就用手揮風 的方式去呈現 IBM就覺得這個 idea不錯 那就進入30強 然後最後大家就知道 發生什麼事 就是去IBM檢報 被淘汰了 那我可以 我們這過程可以總結成 怎樣幾點 第一個你要善用科技 就像 我們剛剛提到 例如說Google Kit 或Evernote 這些 你都可以記錄你的靈感 那你可以 那你跟團隊的成員分享 比較方便 那Pockets的話 可以記錄你的網頁 然後這樣分享更快 然後像代辦事項 或是專案管理 這些都可以用到 但是不一定 你每個都要用 你可以選你幾個用到的 那第二個開會輔助的話 像是Skype Google Docs 都是很常用的 那線上白板 這個的話 這很多 那你就找一個 你比較喜歡的 那第三個的話 其實就是那個 傳達意識的 有一個東西叫 Xmine 就是 那你做新制圖的 那它是免費 就很好用 那還有一個叫 Lustich 就可以做流程圖 做App 然後流程圖 去用 那還蠻好用 那是第一個 善用科技 第二個你叫 Be an Evangelist Evangelist 意思是 傳教士 不是要你去喊 我被鑽石或燒毀 而是說 你要以身作者 你身為領導者 你要跟大家講說 你多麼熱愛 參加這個比賽 你可能別人要 團隊才能提出 10個點子 你身為領導者 就提出20個 你每次開會準時到 讓大家知道說 你多麼熱愛這個比賽 第二個你要 熱愛你的題目 像我一開始講 我們做什麼老人 那做自殺方式 這些都很好 但是我們團隊不喜歡 那你們 進到比賽 你就要熱愛你的題目 才能讓別人也愛上你的題目 那第三個是 我們落敗的點 就是你要講出一個 很好的故事 因為我們做YouBind 那我就說 我們解決了這個問題 但是 後來把我們幹掉 那組是做 雲端農業 那他們其中一個 就是 就是嫁於做田的 那他講出的故事就很敢 那我們就被 做掉了 那我們覺得說 這次講出好的故事 真的很重要 讓別人可以 幸福你 聽信息你的話 把票投給你 那最後就是我一直強調 不要再像阿塌裡面 你第一個要了解市場 你可以去像我們一樣訪問 或是你假裝顧客 打過去問你都可以 你要更了解市場才能夠 比對方 能夠更接近你的答案 那第二個你可以詢問受眾意見 譬如說你跟你旁邊的人 那你 今天有個 你沒有想法 那你得找要討論 或是你看到一個正面 今天剛才有說 我有這個想法 你覺得怎麼樣 順便要發電話 那第三個話就是 吸收最新的知識 因為日本IBS做BigGeta 那我其實 因為我是上網科系 我對這個不太熟 那到現在雖然我還是不太熟 但是技術面我不太熟 那可是應用面的話 我完全都是 非常能夠了解的 所以說 你要不停的 吸收最新知識 不管是用閱讀器 或電子報的方式 都可以 那因為要總結的話 我覺得說 ATCD 參加ATCD 你一定能夠學到東西 不管是你做人 當領導者 不管是善用科技 或者說 你在過程中 學到一些最新的東西 那希望說大家可以把握 今年 二月底 參加最新一節ATCD 謝謝大家 謝謝 像剛剛微平在簡報中 裡面有提到很多 就是網路上的APP 這邊 在這裡 都是 來自排 吃 那麼 雖然 我